诶 诶 嗯 走了 干啥了 走了 去接客啊 你个臭小子 你说啥呢 谁接客啊 会不会说话了 哈哈哈 走了 我想上一家 做点饭吃 我想吃饭 且开你流氓吧你 叫我家吃什么饭啊你 那人家不都说了吗 好吃不过什么 好玩不过什么 我说嘛大勇 你就是个流氓 还想吃我家饭 没门 哎呀 好吧 呃 这样吧 我给你出几道题 你只要是能答上来呢 我就拍拍屁股走人 你要答不上来 嘿 我就上一家做饭吃 哎呀 行行行行行 我问吧 好 那听好了啊 第一道题 什么门 他永远关不上 嗯 什么门 简单呢 球门呗 球门他永远也关不上 嫂子 你这智商啊 也就比五年级了 更那么一点点 嘿 听第二题啊 什么东西没用的时候是黑的 用的时候是白的 哎呦 黑的 黑板呗 你看啊 没用的时候它是黑的吧 嗯 那你用粉笔在上面写啊 画图满了 它不就是白的了吗 对吧 哎呀 扫了 你这个智商啊 从五年级一下子蹦到八年级了 嗯 小弟佩服 嘿嘿嘿 请听第三题 什么相机拍不出人像 嗯 相机 你随便用哪个相机它都能拍出人像啊 猜不出来了啊 唉 搭不上来 嘿嘿 哎呀 那扫了 那我上你家吃饭去吧 哎呦 哎呀 这么说 这顿饭 你还非真吃不可了是吧 那是 行啊 你看我不给你这小子下蟹药 我拉不死你 好了 别放蟹药 多放点油 做了什么油 我胡上拍骨 多放油 你发油 你 小弟不不不不不说 foram 带主 роде 哇 嗯 哎呀 我去 看见没有 刚才那个女的 把手机捡起来了 废话 看见手机不见 那踏死脑子有问题 这样啊 一会儿大家过去问他 今天呢 必须得钓出大鱼 行 走 走 姑娘 刚才我在这条路上 钓了一个手机 不知道 你有没有看见 我去 书机 什么书机啊 我没看到啊 没有 不可能吧 我真没看到什么书机啊 刚才这条路上 刚才这条路上 只有你一个人经过 你没拿 你可真敢说呀 我真没看到啊 习惠惠儿 给我打电话 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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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关机了 是什么 关机了 你别着急 我再打一遍 你再打一遍 不可能关机的 老公 还关机 女娘 我跟你说 刚才这条路上 就你一个人经过的 别在这跟我俩装模作样的 方便的话 把你的包拿出来看看 宝 看我里宝干什么呀 我又不认识你们 谁知道你们真丢手机 还是家丢手机 你别给我俩废话 我告诉你 现在是我的手机丢了 我那里面可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就是呀 我们找机 你赶紧的 手给我俩装船 等你拿出来 看吧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公 没用 我来给他 没用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老公 怎么回事了 真的没用呢 是不是被病给他走了 还不敢去走啊 让我去 不行 万一是个险境怎么办 我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吧 硬是个险境 硬是个险境 行行行别走了 你说咋俩今天 货没敢撑 打上一捕收鸡 走 那是 好 哇 哈哈